大家好,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为您的健康保家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肝病,醉鸡蛋这种水 早晚各喝一杯,排肝毒,灭肝火,给肝上保险 肝脏可以说是我们体内一专多能的器官 它的专业职能是对我们摄入体内的所有东西进行检查 然后排除里面的所有毒素 这样才能够保证体内其他器官不受污染 除此以外,肝脏还是主要的消化器官 因为它分泌的胆汁能够促进肠胃对食物进行分解吸收 还有就是肝脏能够促进体内新鲜血液生成 所以我们经常说,养肝就是养命 只有肝脏健康,各器官才能正常运行 身体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以及能量 才可以保证体内气血充足 可是肝脏也是我们体内最容易出现大问题的器官 现在人们的生活以及工作节奏都越来越快 所以平时生活中很少关注身体健康 但是大部分健康问题出现后都会给身体带来不适感 比如胃部有问题会胃痛 肾脏有问题会导致小病异常 而肝脏却是个例外 它上面没有任何的传感神经 所以也很少产生疼痛 这就是会让人误以为它会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平时除了要关注肝脏健康外 更要经常对肝脏进行保养 而且要注意肝脏释放出来的危险信号 那么哪些症状表明肝脏出现了问题呢 第一 体臭 我们每天穿梭在布满灰尘以及细菌的环境中 而且身体在运行过程中会通过皮肤表面产生大量分泌物 而且还会经常出汗 可只要注意清洗就能保证身体没有任何异味 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明显的体臭味 那就需要注意了 这可能是肝功能受损的信号 毒素无法被充分分解 自然就会很容易随着皮肤代谢排出体外 而代谢废物会散发出明显的臭味 从而引起身体的体臭 二 食欲差 食物是我们身体补充营养以及获取能量的唯一途径 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摄入大量的食物 而食物进入体内后只有被焦化分解才能被各个器官吸收 可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食物都没有任何兴趣 而且吃过饭后经常会出现腹痛腹脏 那就需要注意了 这很可能就是肝脏受损 无法分泌足够的胆汁 导致身体消化能力减弱 三 脸色发黄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脸色应该呈现红润有光泽的 这也是体内气血充足身体健康的标志 可如果肤色长时间处于蜡黄状态 那就要提高警惕 这很可能是肝脏受损 导致体内新鲜血液的合成速度降低 气血不足 脸部皮肤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 所以长期肤色发黄 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 一定要注意了 在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养肝脏 让肝脏处于健康状态 今天就分享一道养肝汤 在生活中经常喝一喝 帮助我们排肝毒养肝脏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苦瓜 苦瓜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蔬菜 可因为本身有明显的苦味 所以被很多人排斥 可殊不知苦瓜能够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氢脂素 能有效地清除体表脂肪 同时还能够增强胰岛活性 促进胰岛素分泌 达到调控血糖的效果 它里面还含有大量的苦瓜肝 不仅能够清热解毒 还可以增强肝脏活性 对肝脏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接着再来准备适量的绿豆 绿豆可是夏天的宠儿了 绿豆它的作用是特别多的 而且中医常讲夏天要常吃绿豆 绿豆有哪些作用呢 第一 清肝明目 绿豆中的多分类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减轻肝脏氧化应激反应 从而达到清肝明目的效果 二 解毒消肿 绿豆富含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加速体内毒素排出 同时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能够缓解肝脏炎症 进而起到解毒消肿的效果 三 沥水消脏 绿豆具有沥尿作用 能增加尿液排泄量 降低体内液体滞留 有助于消除因肝脏疾病 引起的腹水和水肿 四 降血脂 绿豆中的一些成分 可以抑制脂肪在体内的合成和吸收 有助于降低血脂水平 改善肝脏的脂质代谢异常 具体做法是 我们先把苦瓜去皮切成丁 然后绿豆清洗干净 放入砂锅中 把绿豆苦瓜熬煮20分钟即可 我们如果喜欢吃甜的 可以加一些冰糖 苦瓜绿豆汤是一款味道特别清香 消暑下火 适合夏天饮用的清爽汤 苦瓜和绿豆都是良补食材 苦瓜具有清热解暑 养血益气 补肾健脾 滋干明目的功效 炒菜煲汤都特别适合 绿豆能够清热解毒 消肿凉血 补益气 调和五脏 可以润皮肤 止消渴 这个汤是特别适合夏天来饮用的 经常喝一喝 可以帮助我们清干明目 清除干火 去除干毒 对肝脏是有很好的保养效果的 在夏天我们经常喝一喝 可以保护肝脏 不受损害 因为绿豆和苦瓜都属于寒性食材 所以这个汤呢 不适合脾胃虚寒 腹泻者饮用 它特别适合 易上火 火气比较旺盛的人 二 体质虚弱者也计时 因为绿豆中蛋白质含量较高 而体质虚弱者的肠胃消化功能较差 大分子蛋白不易消化吸收 容易导致腹泻等微肠不适 三 空腹时也要计时 因为绿豆属于寒性食物 空腹时用容易刺激胃肠道 出现腹痛 腹泻等症状 四 不可过量食用 绿豆心寒 大量食用绿豆 可出现胃寒 腹泻等肠胃问题 老年人和幼儿过量食用 尤为容易出现消化不良 绿豆和苦瓜搭配起来 效果特别好 但是也要注意这些食用禁忌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身体健康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 您可以关注点赞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见